留百 留百是什麼呢? 就是能夠讓你有一個更好的發現 這個禪宗裡面有一些公案 譬如說有兩個和尚 這個林祭禪師 中國的禪師很喜歡醒腳 到處去走動 那個林祭禪師醒腳的時候 這個名化禪師就問他說 你這樣來來去去 到底是在忙些什麼東西呢? 這個林祭禪師說 我只是為了踏破草斜 我沒有什麼特定的目的 我只是為了踏破草斜 踏破草斜這是一種委婉的說法 主要就是說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 那另外一個也是醒腳 華眼禪師在醒腳 地藏禪師就問他說 你醒腳做什麼 華眼禪師就直接回答 我不知道 結果地藏禪師居然說 這個不知道最真切 那當然這是有些人也許會很難 比較難理解說 人生要有目標啊 你什麼沒有目標 你人生要做什麼 如果說你人生要做什麼 你的小孩子說不知道 你一定會很失望啊 你怎麼會這樣講啊 對不對? 但是我是覺得他這裡面有生 所謂傳宗講的這個不知道 或是這個無所追尋其實就是說 欠我們活在當下 要隨意而安 一個偉大的畫家 避卡索 避卡索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我不追尋 我發現 我的人生啊 並不是說 有一個追尋的目標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避卡索的一生 我們知道 他 他的人生分為 藍色時期 玫瑰時期 然後立體主義時期 每一個階段都 一再變化 避卡索並沒有說 他在20歲的時候 定下一個人生的目標 說 我的人生要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叫做 這個 這個藍色時期 第二個階段叫玫瑰時期 第三個階段叫立體主義時期 然後 我開始 進入 藍色時期 沒有這樣 對不對 避卡索他並不是說 先把人生的目標都定好 然後一步一步去做的 他不追尋 他只是 隨意 這個 這個去發現的 另外一個人類學家 Campbell 他說 一個人 只有放棄他既定的人生目標 然後 才能在 某一個地方 發現在 在那裡 等待他的 更美好的東西 但是這個前提 你會遇到 在某個地方 遇到 這個更美好的東西 前提是 你要放棄 原來的目標 因為你如果 人生只有一個目標 然後 你就是 20歲開始 就是朝著那個目標 這個百折不回 就是一直走 走到你死掉 那你其他的路上 其他路上的其他的東西 你都沒有機會 去看到 這是 覺醒 那接下來要談的就是實踐 你覺醒以後 你就是要怎麼去實踐 因無所住 這是金剛經裡面的一句話 這一句話 寫的人是 虛隱老而上 我們在要實踐的過程中 第一個要談的就是 師父 精師 跟制度 所謂師父 當然在禪中裡面就是 禪師 你的師父 禪中裡面有一句話叫做 師父引進門 修行靠個人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人生的追求 當然我們需要有老師 或是有一些典範 來啟迪我們 但是這些老師 這些典範 他基本上只是 這個什麼 一個引導者 引導者而已 重要的是 你要靠自己的修行 禪中這個觀念 跟蘇格拉底很類似 蘇格拉底也是一個偉大的 老師跟哲學家 蘇格拉底說 他的功能是什麼 他的功能是精神助產士 他是幫助他的學生 生下他自己的精神 他只是一個助產士 他不是要把他的精神 灌輸給他的學生 而是幫助學生生出自己的精神 這是師父的功能 那禪書 佛教裡面的禪中裡面的禪書 當然就是佛教經典 或是六祖禪經 但是慧能說 一切經書 因人所有 所有的經書 不管你多少 都是人寫出來的 釋迦摩尼也是人 都是人寫出來的 他因人而所有 釋迦摩尼是人 釋迦摩尼有自信 我也是人 我也有自信 如果我認真思考的話 我可能也會想出跟釋迦摩尼 類似或是什麼 的一些觀念出來 這個就是他對 禪中對我們讀書 一般人來說就是各種書 的一個基本的看法 有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叫做普魯斯特 他寫過《追憶似水連火》 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一個好的作家 或者這個作品 他基本上就好像什麼 心靈的探照燈一樣 他是我們讀了一本書 他就好像一個心靈探照燈 照見我們心中本有的東西 但是他強調 如果沒有這本書 如果你沒有看這本書 那麼你可能永遠沒有辦法理解 你心中有這個東西 所以讀書的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要讓我們發現 我們內心本有的東西 這是這個讀書主要的一個目的 傳宗有一個公案 就是說有一個徒弟問老師 問和尚 問他的師父 師父大藏經裡面說的是什麼 大藏經是佛教的經典 這個師父就說 我說了 怕你不相信 那個徒弟就說 那師父你就說說看吧 這個師父說什麼 我跟你說 大藏經裡面黃的是紫 黑的是墨 這個意思是什麼 其實大藏經裡面說了很多佛教的道理 但是這個 這個師父說 大藏經就是紫跟墨而已 這個意思其實不是說你不要讀大藏經 而是說你讀了大藏經以後 你能夠吸收的東西 你就已經吸收了 那你就不要再放在心上 你不要遇到事情 就先想說大藏經怎麼說 我要怎麼做 不要把大藏經 不要把你讀的書 照本宣課 照這樣去做 這個禪宗覺得說 大可不必啊 你讀的書 你能夠吸收的就吸收了 你最好把它忘記 是這個意思 那個洪忍他為 會能講解金剛經的時候 他說 法則以心傳心 皆令自物自解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禪宗啊 你的生命追尋 主要靠你自己去領悟 自己去理解 所以我們看六祖團經裡面 有一大堆叫做自物自解 自禁自戒自修自渡 全部DIY 全部是要靠你自己去完成 佛教經常說 我們要歸一三寶 傳統佛教 歸一三寶 三寶是什麼 就是佛法生 外在的佛 就是釋迦摩尼啊 或什麼 佛法就是經書啊 佛教經典啊 生就是一些得道高生啊 這個會能他也說三寶 但是他全部把它定義 全部改了 他說由外轉略就是 我們要歸一到 歸一我們自己的內心的 自心歸一覺 我們自心歸一 我們自己的覺悟 自心歸一正 這個佛法變成 內心的一個正面 自心歸一靜 這個代表生和善 就是他不去歸一外在的佛法生 而是歸一我們每一個人 內在本有的東西 所以所有的佛法 全部變成內佛 自佛 自佛 自己內在的佛 一體三身 自信佛 他講了很多 佛教裡面講了很多佛 所以我們全部把它這個化環為解 都是 內心本有的佛 這個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要知道的 然後 接下來就是修行的法門 我們要怎麼去實踐 觀念上的改變 所以我這個在這裡講就是 六祖 費能為主 第一個就是要先無念為終 這個念 我們先說 念 念是什麼 念頭 我們心裡面的想法 無念 並不是說 不要有想法 而是什麼 不要攀附 攀附 不要 這個執著 不要攀附在 一個想法上面 就是 心不染 我們的心啊 不要受到外界的一個 染濁 長離租近 對於這個外在的環境 我們要保持一個距離 有一個和尚叫沃倫禪師 他很得意 他做了一首截子 這個截子叫做什麼呢 沃倫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近信不起 菩提日日常 這個沃倫他很得意 他說 我這個什麼 我沃倫 我對近信不起 我不管在什麼樣的情境下 我的心都不起心動念 我能斷百思想 我什麼思想 我都把它斷掉 其實這是 就是叫做哭殘 這就是一種 這個 不健康的一個做法 他覺得這樣才是菩提 那 惠仁聽了就很不以為了 惠仁又做了一首截子 說 惠仁沒伎倆 我惠仁沒有什麼伎倆 我不斷百思想 我對近心宿起 菩提縱馬場 我看到一個奇境 我心中會流過很多想法 但是我不排斥也不壓抑 我讓他們一一流過 但是我也不執著 不攀附 讓他們一一流過 然後覺得說 不斷百思想 這樣叫做 平伏菩提 這是叫做無念為中 第二個就是無相為體 這個念是我們內心的一個意念 那相就是外在 外面的一個形象 無相為體 就是金剛經說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相又分為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受者相 我相就是我的形象 人相就是別人 別人的形象 眾生相是 古天下眾生 包括動物植物 這些他們的一個形象 受者相 就是說 每一個相 它在時間的推移裡面 都會有所變化 你在兒童時代跟你在老年時代的相 是不一樣的 那叫做受者相 在時間推移中所產生的變化 但是不管什麼相 這些都是虛妄的 能夠離一切諸相 不要受到這些形象的迷惑 那就是佛 這是第二個無相為體 第三個就是無助為等 內外不住 來去自有 就是內不住念 外不住下 那我們就能夠自有自在 就是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無不是沒有 而是不攀附 不攀附 這主要就是說 你觀念上的改變 你在遇到一個情境的時候 你在內心的念頭 還有外在形象的 不要執著的意思